《上天为王的教训和挑战 支白 法利塞仁和撒度塞仁的酵母》 耶稣显增饼奇迹后 显散了群众就上船来到马加丹境内 然后 福音记述耶稣和法利塞仁以及撒度塞仁的对话 然后 镜头一转 福音指出 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 忘了大饼 门徒往对岸去 显然是要与耶稣回合 耶稣刚刚击退了法利塞仁和撒度塞仁的试探 拒绝显征兆给他们看 所以 耶稣一见到门徒 就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 防备法利塞仁和撒度塞仁的酵母 这个时候 门徒是到达了对岸 才尴尬地发现 忘了大饼 因此 他们便彼此以论说 因为 我们没有大饼 罢 耶稣知道了 就说 小信得的人 你们为什么 竟彼此以论 你们没有大饼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你们不记得 五个饼 忽给五千人 你们又收拾了几康 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 你们又收拾了几康 门徒只是关注食物的问题 对耶稣的说话充以不问 这样是缺乏信得的表现 因此 被耶稣斥责为小信得的人 耶稣特别数算 五个饼 分给五千人 和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 以强调天主的恩宠的满人 另一方面 他亦刻意围漏收拾到的碎块的数量 其实是有意等福音的读者参与其中 讲出答案 效果是突出十二和七 两个数字的象征意义 分别是 比以色列和外邦人的救恩 这是耶稣的教学法 不过 有时画公仔都要画出腸 怎麽你们不明白 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 你们应当防备法利塞人 和杀到塞人的酵母 酵母象征影响力 由小的开端迅速繁衍 造就庞大的影响 酵母这个比喻本身是忠性的 可以指好的影响 例如耶稣曾经用酵母来比喻上天皇国 但亦都可以用来指坏的影响 在这里 耶稣预先警的门徒要謹慎防备的酵母 这必定是指坏的影响 耶稣两次说 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塞人和杀到塞人的酵母 形成首尾呼应 强调事态严重 法利塞人和杀到塞人的危害极之大 旧约明文禁止如月节期间 以及一些重要的祭礼中用发酵的饼 可能是因为 发酵的过程里面 物质会分解和腐化 象征了道德的败坏 如月节标志解放 包括灵性上的更新 当然不可以受到败坏的道德所颠污 耶稣是门徒的导师 经它循循善有 门徒都能得到领悟 他们这才明白 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酵母 而是说防备法利塞人和杀到塞人的教训 这一段是上天为王的教训和挑战 这个部分的最后一段 耶稣以防备花利塞人和杀到塞人的警告做结语 这样是和福音写作时的生活实况有关 马逗福音成书时 犹太基督徒仍然参与犹太会堂的聚会 所以 这段记载耶稣的说话 警告这些犹太基督徒要谨慎防备犹太宗教领袖 因为虽然他们博学有说服力 但是他们不相信 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期待的墨西亚 在下文 将技术耶稣亲自建立基督徒的团体 即是教会 在前面的任何的公元